海河 海河 弯弯天晴味 老辈人常说这里好风水 时代变车和苦辣回备 品品其中的好自卑呀 夜阳那高照好明媚呀 开头看高了把羊肉紧紧的包围 忘不了煎饼果子的口味 喜大量也有多鲜米有多贵 不管它活得要多累 夹夹糊糊过得都挺美 可怕舍在二宿内 宁可流血不累 天经的老少爷们停止了要 宁可受累 宁可自己吃亏 大事小情错离对 宁可慢慢地再拼自卑 谁呀 有人在家吗 进来吧 门门锁 喝酒也不知道人喝消息 大爷好 你找谁呀 俺找彭家 这就是彭家 你找彭家干嘛 俺家小小彭 俺在报纸上看见说 你家要顾个小保姆 对不 对对对 有这么回事 大爷 俺就是来应聘的 应聘的 你干嘛 你干嘛 大爷 快把背圈脱下来 俺给你洗干净 不不不 哎 闺女 你别是天生 掉下来的七仙女吧 大爷 俺不是七仙女 那你是 嗯 大爷 在俺们村啊 他们都管俺叫 八仙姑 八仙姑 跟七仙女还是结俩 行 你先别忙活了 咱们得谈谈 大爷 我一看见您吧 就跟看见我们村的叔叔大爷一样 特别亲切 咱得见一见假天 哪儿 咱们最多 咱们最多 好 咱们召唬 老板 好 不 咱们 妈 妈 你饿了吧 看了吗 今天给你买的现成的 行 如果没人错的话 您就是爱华大姐 女生 这得问我大爷 你大爷谁 我 我就是他大爷 你吓活着在这爸 爸 没人错的话 您就是跳乐姐夫 是啊 你是谁啊 这得问我大爷 谁谁大爷 我 我是他大爷 这怎么回事 你还问我 你们在报纸 等着那个照片包母的广告吗 准时挨家干的 你说我妈 不就去北京参加老年摩托大赛 就去吉田吗 智荡的请个包母吗 我妈 骂甲窝窝草草受不了 这事 你看你招骂齐了 人家不为了你吗 人家知道你这几天你店里忙 怕你累着 你快得了 她是怕我让她干甲窝 行了行了 我告诉你们说 这丫头可不错 挺能干的 那个妈 你受勒 挥避一下 出发 挥避妈 有妈事 等着说我乱了 还挥避一下 俺听俺大爷的 爸 您怎么不给我们商量商量 就把他留下来的 爸 您只跟底吗 俺有跟底 俺是东北人 俺姓肖 后面带俩红的 连他一起叫肖红红 这么读着费劲 就叫俺小红 俺今年二十八岁 已经成家 俺小闺女由他奶奶带着 俺对象叫石金柱 在北京奥运工地 是晚工 今天三十四位 好嘛 石乐罐口 小妹妹 我跟您说 说圣日 不能说今天 要说几年 俺跟石金柱 确实得说今天 因为今天 是俺俩的生日 那谁能证明呢 老天呢 那个有身份证 在石金柱那搁着呢 他把俺丢了 那你有个电话号码吧 给石金柱打 他电话号码是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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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过这块吧 行了 行了 别说了 我也饿了 我怎么挺你们俩 像插货口相那俩 进 艾家姐 这是您的衣服 给您放这儿了 洗的还挺干净的 这书俺看过了 也看过 嗯 俺觉得这是安妮宝贝 写的最好的一本书 俺特喜欢他的用词 特到位 能体现出一种意境 我还知道安妮宝贝 有车叫我 你等会儿 哎 哎 看什么 看什么呀 我觉得咱们家门口有点异常的 没事 你就摘朵花了 别吓死你 快 爸等了 爸 哎 爸 都买来了 牛奶 八毛粥 还有黑芝麻糊 哎呀 爸 你小时候没吃过的都给你买了 哎呀 就看看 买的鞋鞋 我还没到了一家没油的四处了 我跟客气我们俩商量了 啊 这我妈不是上那个北京参加这个老年模特大赛去了吗 她好几天回来的 我还得饿了 哎呀 你倒是够孝顺的 放心 我饿不着 这几天呢 在家里我吃的好鸡了 哎 都吃胖了 哎 咱们爸想的看 对 走回这几个馆子都去遍了 妈妈 你别胡说 我一次馆子都没去 就在家吃的 家里比馆子千多了 哎 爸 啊 我怎么觉得咱家这屋子有点干净啊 这叫焕燃一新 爸 咱家找鬼也没处罢事了 罢事也没处 连个话筷都没丢 姐啊 我和爱彬回来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外边鬼鬼祟祟 你呀 别瞎怀疑了 咱们家住的离派所那么近 连透自行车的 都不敢在咱这下手 对 爸 你别行的 你别老吓唬咱妈 咱爸一人在家多害怕呀 你别行的 没事吧 不对 嗯 咱们俩一准处事 不是 我说咱爸一个在给老吓唬咱干嘛 你在帮他处事是不是 你这人不信的 我第六感觉特别准的 咱们俩准来了一个 哎呀 如果我没跟错的话 您就是爱妮二姐 您就是客气姐夫 不是你这 你从哪儿窜出来 这得问俺大爷 谁是你大爷 我是李大爷 爸 我是他大爷 我是他大爷 大爷 哎 今儿晚上 咱吃三千打肚面吧 小红啊 你做骂 大爷都爱吃 你喜欢我 我说爸 怎么了 这小红给您下了骂药了 哎 你骂意思啊 爸 嗯 行啊大头儿 你玩这人酷 你听我创意的呀 你生活的 什么情况啊 我寂寞啊 我妈回来怎么叫的 你怎么叫的 我叫的妈 我叫的妈 哎呀 哎呀 你们俩想拿去了 出事吧 这事可没那么简单 你看 自己都发现了吧 小数点 你这一马糊不要紧 差了十倍 眼睛这么劲 别跟着咋搞乱 回去 这孩子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你妈 小红 这没你事你去做饭去吧 去 妈 我还得让小黄你把我扶导作业呢 我把你扶导过班了吗 得了吧 就捏内容算了 老给我讲的东西 我 我难道我还不如一个保姆 大姐 晚饭我准备的差不多了 有半个小时就能开饭 你也挺累的回去先歇会儿 等成功把这作业做完 我就去厨房 哎 你们俩在这儿啊 你说这成功啊 他非得让那小保姆给他补习功课 大姐啊 咋农村来了一个保姆 那我能给成功辅导是吧 就是啊 你看我说也是啊 我说给成功辅习功课吧 他非得不让 我愣着让这小保姆啊 把我给PK了 不错啊 我用一个小保姆给一份工资 要给你当厨子 要当假教 多好啊你 我听你这话 怎么那么别扭呢 我还想问您了 爸 您那是一个月给小红多少钱 你问见他吗 爸 不光客气想问 我还想问他 多少钱呢 爸 这小红 可要哪有哪 您能给多少 五百 五百啊 哇 您要闹我是怎么 不可能 不可能这么少 对吧 就是 比我在店里雇内人给的还少 不可能 哎呀 您不以为我还给小费是怎么 这就更有问题了 有吗 您给这么点钱 那小黄平妈来呢 我是他大呀 您就是他爷爷给他少了才不能来 真是的 让我说也是 您 那查查您那褶子上少没少啊 村子 啊 有妈变化没有 啊 那村子 一点变化没有啊 古董呢 古董一件没少啊 您和我马结婚叔那熟事啊 你问我给你马结婚叔那熟事啊 熟了 还在那放着 您这肯定没变化 没变化 我看有变化的是你们仨 咋刚才跟神臭贼上的干嘛就了 有事 有事 有妈参 喂 宝蔡师傅了 麻烦您我要定一份叫熟鸡鱼 对 地址 不用了 一会我过来取 谢谢 你 你 一票 我跟您说呀 迪雷的秘密让我给叹到了 你手机小红吗 你说说 小洪是那个恐怖组织派了咱俩的卧敌 我教训谁呢 小洪也说了 咱爸刚才不说你吃脑鱼吗 小洪就满口答应了 咱爸刚从小洪给打电话 向那个宝采又要脑鱼吃 这算骂子 爸给他钱了 让他订菜去 得了吧你 他是满口答应 说是给咱爸做 他这么做 咱每天吃的不是他做的 是他订的 宝采师傅我知道 那是菜后贵后贵 后贵后贵的 你多少钱 一盘子假闹地狱 七八十块 七八十块 那怎么说小洪是大款 这小洪敢骂的 死胡 我说了吗 卧底卧底的 什么卧底 你拉倒吗你 一个普通老百姓花那么多钱 弄个卧底 谁先 也是 先别惊动他 被骂的 那万一他哪天给咱下了老鼠药 那全家不吐弯了 腰下呀走下了 也对了 姐 姐 你怎么神出鬼没了 你 小点声 小点声 小宝母还在咱家了 不能让她听见咱家说话 她有毛病啊 她又不是女特子 她就是有毛病 知道一会吃饭 咱爸爱吃的那个假和鸡鱼谁做的吗 不是小洪吗 错误 是她从那个宝菜鱼府外花钱买来的 她有病吗 不是 来姐 你你这等报纸的时候 你你也没问问他他他他他从哪来的叫骂名字 他他没骂选择咱家还还给咱家花那么多钱呢 你怎么不问问呢你 姐 你这么一说呀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 你说他像是那个乡下来的没有见识那种小保姆吗 不行 一点都不像 你就说这本书吧 他说他看过 还有 那天我穿了半天的白衬衫我就溜在那 他愣给拿出去洗了 我就问他 我说小洪 你怎么知道那件衣服穿过呀 他什么 你猜他怎么说 他说 俺一闻他身上的CD香水味 俺就知道爱家姐你穿过 有问题 姐 你听听啊 他连CD香水他都知道 绝对有问题 他哪里派工资他也买不了半瓶 就是 姐 你擦我今天早上五点多钟看见什么了 你看见妈了 我看见小洪 他穿了一身练武术的衣服 在楼道里 有T腿有皮 我看见妈了 我看见小洪 他穿了一身练武术的衣服 你怎么会来的 我这么说 他来咱家真正的目的不是当保姆 还另有原因 那他是干嘛呢 你怎么来来咱呢 姐 怎么了 他是贼 他是贼 贼 他是贼啊 不对 咱们家之前 赌油赌插过了 像那个 熟试 存折 倒霉的我问题是 哎呀 他不是贼 对 姐 你说的对 他要是贼 他早就卷包个走员了 不可能溜到今天啊 就是你 他到底是干嘛的 你说 不行 今天晚上 我一定要再探探许诗 哎呀 今儿这驾傲鸡鱼做的是太好吃了 这么地道 天天口味驾傲小鱼 我就没想到 去吃味正好 我估计 你是宝菜鱼府特级厨师做的吧 嗯 哎 小红 你这甲鱼鱼的手艺在哪儿学的 大爷 嗯 俺爹就是厨子 是啊 你看看你看看 小红啊 我看你什么时候给我们现场 露呢 什么呀 俺做菜从来不当着人 太行啊 嗯 俺爹说了 嗯 女人下厨 男人全无 嗯 男人都上哪儿去了 不上看呢 嗯 不是那意思 那意思就是说了 我们女人下厨房了 眼睛里啊 啥也没有了 就一口大铁锅 哎 回来喽 嗯 嗯 鱼味儿够串的啊 温出来了 温出来了 嗯 那个骂小红啊 我问问你啊 你做这鱼都放的骂作料啊 你就是 鹽醬油料酒 还有 你就是鱼里边放大料了吗 行了行了行了 你也打住啊 我怎么挺着上烹饪指示大赛呢 也别说啊 这鱼做的还真好事 咱俩做不出来这味儿 有管子味儿 那就对了 我说你们俩 咱们也跟着齐哄家样子 好事啊 还吃吃饭呢 爸话说明白了吧 爸明白了 不是怎么啦 这是吃吃饭的吊帘了怎么是 哎 小小红 你别走 我告诉你们啊 这鱼啊 根本就不是他做的 嗯 是他在饭馆梯来的 小小红 你来我们烹架骂目的 哎 赶紧的啊 我可骂都知道 大姐 你误会了 我们小保姆 我们有啥目的啊 我 我不能走 我还没听说过 哪个保姆自己不做饭 往饭馆里去订饭去 自己不洗衣服 往洗衣店里边洗去 除非他脑子有毛病 哎 我说爱爱花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 你让小红自个儿解释解释 小红 别着急 到底怎么回事 大姐你确实误会了 我一点都没误会 我去年看见的 这菜呀 是你打饭馆里订的 还有这衣裳 是你打洗衣店里边拿回来的 对吗 我说小红 你别管他们说嘛 你呀 把情况介绍介绍 你说清楚了 他们不信你 大爷相信你 今天这菜 它确实 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哎 哎呀 找了 我有一个小姐妹在菜板打工 我知道你爱吃老天丁味的口 我就到那偷食学艺 这菜就是我在那儿学着做的 对了 别难过 我就不想让你吃那顺骨 孩子 难怪你了 大爷给你夹块鱼 我来 那又在鱼里 人就不爽不睡觉了 那衣服也得送洗衣店去一下 那就是安喜的 你得了吧你 我亲眼看见 那个塑料袋上明明写着洗衣店的名字了 好 回头你还把他胳膊胳膊藏起来了 对吗 不好意思 对 大姐 那衣服那袋子它确实是洗衣店的 怎么样 我瞅着大哥 天天开车 那衣服好多汉字都洗不干净了 我就把那衣服拿到我另外一个在洗衣店里打工的小姐妹那儿 用他们那种专门处理顽固污渍的那个药水给处理一下 就干净多了 哎呦 你看看你看看 不是 哎呀人小红都这么说了 你们还说吗 嗯 你这绑五卧太到位了 我们公司的职员呢 要有你那么能尽职尽责的精神呢 我早就放了 哎 老公 我这儿有几件衣服啊 你姐姐老洗不干净了 你就用你这个小姐妹拍人的洗衣服多个洗衣 哎哎哎 客气你别转空子了啊 我告诉你们 这是咱们家的夫妻 哎 请到了像小红这么好的包姆 别哭了别哭了 太哭了 大姐 你兴奋太急了 咱们现在已经发现她越来越不对劲了 咱就得慢慢的侦查侦查 看看她到底为什么 你那么直接一问她能够说实话吗 这小丫头骗子手腕够高呢 把咱爸老头弄得晕肚转香了 现在的形势看 咱爸是越来越相信她了 所以咱们必须得拿出点真凭实据来 要不然老爸不能信服咱们啊 我还就不信呢我 我为这个家伙草了那么多的信 难道我还不如一个港来的小包姆 大姐 这县官不如县管 现在爸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他在管 你天天在店里忙活 你能跟爸说上几句话呀 凭我多年接人代物的经验来分析 我觉得他来咱家当保姆的目的 非常的不纯洁 所以咱一定要循序渐进 慢慢的摸清他的底细 不行 我等不了我 万一出点骂事咱马回来呼呼呼 我担不起遮遮遮了 哎 你说哈 他能不能是咱爸早年间散落在民间的私生女呢 就不说八道 哎 怎么可能呀 我就是把这可能性都想一下嘛 你瞎说八道的 要不然 就是跟我大姐夫 或者二姐夫有点什么关系 你发现问题了吗 骂关系 我为了秘书 你瞎我一记里 你别不说呀 你想啊 他又不为财 又不为力 那能为什么呀 最后 不就剩下 为了情吗 为了情 那是为爱你 还是为恨你 爱家 你这一说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 我觉得他这两天跟客席的眼神 确实有点娘 二姐夫 跟小保姆 这也有可能啊 他看我这大爷那双眼皮都看惯了 他会偶尔看一个歪过来一走 他也觉得新鲜呢 不能吧 屏面有点高 你怎么可能 大姐 这是 谢谢你 这几天给我们家绑帮 这是给你的贡献 大姐 你要你俩走 你 你拿着 赶紧手势动 你走吧 大姐 俺要是干的不好 你说呀 你别年啊 我马不代价 我是就是这家的掌柜的 你拿着 大姐 你别年啊 你拿着呀 我知道 我问你呀 拿来这荤芽去 快走快 大姐 我跟你说实话 我跟你说实话 快走 说话实话 你可得说实话 我可走 是的 你可得说实话 你可忠实话 毅 你能在哪 Pearson 你康 慌 怎么了这是 大姐她不让俺干了 不让你干了 等等 不是 你也别走 说庆祝了 她没骂我让你干了 都是俺笨手笨脚的 惹大姐生气 就这知道的 我问你 这大黑情半夜的 你上哪儿去 天知道 这不完了吗 你上哪儿去 你没必须去 我告诉你 你挺我的 回去 回家 走 我不回去 什么 我怕惹大姐生气 再说了 你 我怎么了 你 你说我怎么了 我这 你又做不了大姐的主 我做不了你大姐主是吧 你在我们家待多长时间了 没看出来 那我 我们家的大惊小事不都是我做儒吗 我说爱华 这么晚你怎么把小红给撵走了 我也没说今天非得让他走啊 你怎么不跟我上来上来 你当初溜达的时候也没跟我上来 你看外边舔这么黑了 她一个小姑娘在外边一转又出点事怎么办 我 来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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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来来来 快来来 快快 进进进 进来 哎呀 大黑文艳 你叫人孩子 在马路遛到马上 小红啊 你怎么自己走了 也不跟大爷打个招呼 大爷 别说了 我明白了 这事啊 全是你大姐的不对 我也为咱讲好 行了 小红 你赶紧回去歇上去 有骂事大爷给你做主啊 走 走 早晚有一天让我抓住你的小辫子 你怎么来了 哎呀 哎呀 你 你不能进来 大爷 你 你饶命了你 你先让我进去 进去再说进去 不行人家会发现的 哎呀 太危险了 你赶快走 不是 哎呀 你来干什么呀 我 我给你送新的 你快给我快给我 哎呀 这太难受了 哎 你站着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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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走 啊 快走 我不得走 哎呀 你滚走 不能走 容易 难爬了 难爬也得爬 下去 不是 这些事 你给我下去 你下山男的 你给我下去 走 走 寡 漂亮 mantener тому呀 有 有 有嘴 你嘴 拿了嘴 好 你别自己吓唬自己 是不是看花了 你是没看见的 差点没把我给吓死我了 太雷 他戴着个帽子 他俩眼眉 智狗狗的这么看着我 差点没把我胆症吓出来 这黑墨镜 戴黑墨镜 没错救他救他 看把我老婆吓成这样 好小子 别让我逮上你 让我逮上你 我把你脑底 老婆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这样可不行啊 你见到白不吃 就吃得给猫身上的 你的身体受不了啊 我还没见过一个包摩 怎么那么注意保持身材的呢 你从小家里穷 吃不饱 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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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家戒而连三的出现鬼神 我说 你跟小红有吗关系 你别这么瞎说 我看你是中了美人计了 他是美人 这我得说这个 他不算美人 正常 他不算美人 你还老看 你们俩扯远了 我说你们几个就是那么的了 自打小红到了咱们家以后 我发现你们几个都神神经经的了 你别像个跟壁虫似的跟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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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棚家人都发现了 是吗 他们没欺负你吧 没有没有我挺好的 你赶快走吧 对对对对 你你说这个造型我多给你拍两张照片啊 你快点啊 那你快点啊 我跟你说 你今天早上把这家大姐都吓坏了 你拿这个吧啊 你啊 别给我添乱了啊 要不然我的努力全都前功尽弃了 你快走快走 对对对 那个那个 优盘优盘优盘 我明天给你 快快走 快走啊 停停停 过来来来来 你出来来来来 你啥事啊 那怎么回事 那是谁啊 哪个人呢 那边那个 刚才过去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我没看见啊 你没看见 你跟他拉了车了半天 你什么意思啊你啊 他在错人了 你觉得你不对啊 我 没事 你跟我说说 我不跟家里人说 你一告诉我就行 谁呢 我不认识啊 我不认识他 看见了 看见忘了 我给我看见忘了 你看见忘了 不不不 我在看他 你看他 快点 你吓死我了 来了 姐 别害怕了 看错了 树营子 小树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他不认识又来了呢 没事没事 你吓死我了 我害怕 对了 姐 不好告诉你了 今天白天我回来的时候我在门口看见了 我就看见那个小红就跟咱害怕那个穿着黑衣服戴着黑毛巾那个懒的车车的我全看见了 还是有我 我说的是白天 不是现在 白天 白天 我说他有问题吧 他就是有问题 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是个贼 你别哆嗦了 我也想哆嗦 不是 他说我是贼 在咱家附近转悠好几点都没下手 我看不行 我得打电话 姐 为这点事不用打110 谁打110 不是犯疚病 我可犯假了 你 你谁 你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 你一定就是张阿姨 对 那你是谁 这得问俺大爷 你可能是小红吧 阿姨 你比照片上太年轻 太精神 阿姨 您累了吧 您应该冲个澡 歇会儿 等大爷从古玩市场回来 咱们一起吃饭 你看您 跟我们老伴喊大爷 跟我喊阿姨 这辈子错了 是 是阿姨 我从小我就特笨 我排不了那辈份 我 我一看您这么年轻 我自然就叫阿姨了 真的 我算看出来了 咱们这样 干嘛就没人相信我 哎呀 谁说没人相信你啊 我就相信你 那小伯母的肯定有鬼 那你被骂不错 我穿他呢 哎呀 我就是想 那家里 现在天天有个人伺候着 多舒服啊 先甭管他来咱家什么目的吧 但自从他来了咱家以后 咱家这日子是过得一天比天滋润 那也很好 我跟你说呀 世界上没有凭孔雕馅兵的 你想 他尾骂对咱们全家那么好 他有病了 他尾骂自己讨钱买正买那的 他疯了 他尾骂对咱爸咱爸那么好 他深情了出事 可是我实在想不出理由来 哎 艾明 你怎么大白片跑回来了 我这个我刚演完初 没事了我就提早回来了 哎 爸 小红呢 陪你妈买菜去了 啊 陪我妈 那个爸那个什么 我上楼待会儿啊 哎哎哎哎 你那我小红住着了啊 别烂烦人家东西 我知道 我翻他东西干嘛 他哪有妈值钱东西 我先去了啊 你呢 我最想知道 我想找到你了 我回来 你怎么办 他怎么办 我怕他 我做了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不是 我想找到你了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姨 小红 今儿阿姨叫你啊 怎么做老鱼 来 过来 小红 这个报纸给你 我看完了 大爷 阿姨 什么回事 安想辞职 你说吗 辞职 咱这干得好好的 咱怎么能辞职呢 你想来就来 你想走就走啊 啊 你在我们家这么长时间了 你是什么人 这 这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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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人呢 我问你 你干保护多少时间了 三年了 干了三年了 你连奥运都不坏 你骗谁呢你啊 真是 没错 没错 对不起大伙的事吧 还想抵赖 闪开 你 这就是你的罪事 过来 你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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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动 你 这 笔记本电脑 你 妈 爸 他一个月挣五百块钱 他就不吃不喝 他得咱几年 他能买得起笔记本电脑 连我都买不起 你说 你电脑哪来的 你在电脑里干嘛了 你用电脑里记录了什么东西 据我分析 你快给我 是我分析 我只说你 他在电脑里边 详细的记录了咱们家的生活 大到赤鹤拉撒 小到言谈举止 全部记录在电脑里边 然后 然后在准备在互联网上公知于众 对我们家进行全面的人生攻击 这就是我分析的结果 别动 你 你们司法人东西都是没法的 违法也翻了 我告你 你不是谁派来的 你就是 整事不正常 大姐 你不误论 这事不正常 这是有点不正常 你这电脑是你的吗 那电脑它就是俺的 你快还给 小伙 你别着急 慢慢说 你打的上哪去 那电脑事解释庆祝了 对 大爷 俺跟你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就是俺说的 你们也不一定能相信 大爷 以后有时间 我一定跟你解释清楚 行不 不行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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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喂 我说 你怎么还不出来 好 我马上就到 不行 我电脑在他们手上拿着呢 你快来救我吧 别着急 你别着急 一会儿就进去了 啊 还有救病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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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的 没干嘛 干嘛的 小偷 别动 别动 快点 快点 干嘛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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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小偷 小偷 别动 是不是她 没错 就是她 差点没把我哭胆给我下场 别着急 别着急 一会儿把她哭胆给你急出来 别跟那个废话 快点 别动 听我说 我可不是什么坏人 我是来找她的 一会儿的 找她的 我们是拍电影的 是剧组的副导演 她是我们剧组的主要演员 嘿 我们这个戏啊 是写一个这个小保姆的故事 所以啊 她特意到你们家 来感受一下小保姆的真实生活 妈呀 真的 妈呀 走走走走 别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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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同行啊 真的吗 可以 真的 不行 我演的那个 我能记住就让我演的什么 你别听你演那个了 你演那个地下女共党 棒一抢 提升了 死了有点快了 你演员你怎么不早说呢 就是 你看弄疼你了 没事那姐 没事那姐 你能怯住你吗 你是不是要造型什么呢 我 找我 帮我拉点广告嘛 可欠可欠可欠 你选不选罕欠 你来一个 这 全是误会 就算大爷看你 一看海实的看你好 对 对不起 我们刚那个有点过了 是 没说没说 姐姐 你那电影叫我叫叫骂名字 什么叫什么 神秘的小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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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 谁疼着谁 谁点着谁 她是片尾 她是场戏 三个闺女一台戏 各式各马 整天见机吵恶 肚姐机器嘎嘎 你点什么 她想发财我家共孩子 舍了骨头连着筋 那是没说的 大姑爷她还冲锋满街去流淌 未必齐齐齐鲜哈哈 试课的经常 对上八字 不管多元免费送你回家 遇上狼子跟你玩 为了她的刀刀 命理该有 你红也红不走 命理没有 你就别再强求 闺女是蝶妈的小脸毛 姑爷她就是遇见 到以后 等本周晚八字都别看见到我呢 女的啤酒还是葛了 爷们后白的 二姐不大喝个气 气泡沫还挺大 做梦都想到白夜 还是你俩八茶 我没本来冲到我 她其实不计打 最早新的学在家老 看下老爷子 命理别人 其实她家军军生了仨 她们最爱说一句话 你才是说的 啊 三个闺女 一大戏 手心手眉 只去练习 一颗姑爷 半颗儿 合合目目才想 一个家 啊 三个闺女 你该有 霓虹也不走 命理没有 你就别再强求 鬼你是铁马的笑脸 哦 哭月她就是 一箭大笔后 一个哭月半颗儿 同志 未经许 二 І得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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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